这是美国之音在11月26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江天 国民党在台湾选举中成长政权之后 两岸增加了良性互动 昔日的剑拔弩张转变为胡锦涛和连战的握手言欢 那么奥巴马新政府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策会不会有什么调整 这些政策会给两岸之间的太极推手提供什么样的外力呢 今天我们请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著名两岸问题专家 葛莱姨女士到播音演播现场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节目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自己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另外还要告诉大家 除了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以外 您还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了解更多的文字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 葛莱姨女士 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我们今天就看看美国新政府就任之后 会在台海两岸关系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以及美国和中国和美国与台湾这个关系 会怎么样的继续维持或者是演变 那么在除了已有的一些长期的问题之外 比如说像北韩核问题 伊朗的核问题 除了一些原有的问题之外 最近又爆发出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美国在应对这个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 当然需要中国的一定程度的合作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在台海问题方面的决策的难度 是不是会增加呢 那么我同意说 美国是希望与中国合作 在许多问题上进行合作 那是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也是很长远 也是很重要的 这种框架 对于台海关系的处理的框架 还是不变的 那就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三个公报 但是它也有台湾关系法 这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 它也不支持台湾的独立 所以这一框架呢 还是会不变的 美国会继续来推进 台海之间的关系的进展 因为这种关系的缓和 这种更近的经济的关系 更增加的互相理解 是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您刚才也提到 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正在缓和 那么在这种台海关系 逐渐缓和解冻的这种情况背景下 美国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 就是对台军设的问题上 会不会缩小它的步伐 或者说是做出一定的后退呢 还有没有从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讲 维持台海关系稳定的角度来看 美国是不是还有必要 维持这个原有的对台军售的计划 美国对台湾出售这个陆器 是原因有很多 我觉得它并不是说是要平衡 台海两岸之间的这种军事力量 现在大陆的军事力量是远远超过于台湾了 但是台湾也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保卫自己 他们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安全 这样才能够与大陆进行对谈 进行谈判 马英九总统很高兴 在10月初 那么这个第一次的 这种军售 是2001年4月布什总统批准的 那么当时批准的这个军事量 现在已经送到了国会 那么以后的一些情况 会决定说美国是否向台湾受军事 取决于大陆的在当地的一些军事安排 现在大陆如果向台海方面 就是减少军事的一些这种举动的话 不再具有那么威胁性的话 特别是如果有这种和平的协议 这种进展 那么 这一点在马英九跟胡锦涛总统也都谈到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也不再 不会再花那么大的 那么多的钱 来买这种 军事武器 那么他现在的 在这方面的预算呢 是整个GDP 3%都不到 那么他们现在想把钱也花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一些社会服务 给台湾人民提供社会服务 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中国在台湾海峡沿岸部署的军事力量 尤其是导弹部署 是针对台湾的那么多导弹 那么这个 如果中国呢 在削减在那里的军事部署的话 当然对于海峡沿岸的稳定是很有利的 可是 你认为中国在短期内有可能这样做吗 有 我觉得 有几个阶段 这种关系的改进有好几个阶段 特别是台湾和大陆之间的 这种关系改进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经济 在这一阶段呢 已经有许多的进展 也签订了很多协议 那么下一步呢 就应该是一种理解 就是大家要来看一下台湾在国际问题上的这种空间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才是军事和安全 是关系中的军事和安全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在近期 那么会有一些谈判 是双方会有一些谈判 但是我也认为 这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受到国际欢迎的这种 一种态度吧 就是大陆如果能够削减在台海的军事部署 他们已经缺减了一千个这种导弹 弹导导弹 还有巡航导弹 那如果能够冻结这种导弹的部署 那就是可以 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些政治上的影响 所以在近期内做出这种表态 是很有利于促进台海之间的关系的改善 从台湾的 就是台海两岸关系的这种背景来看 当然我们不了解中国领导人是怎么样的 去思维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从逻辑上来看 那么既然台湾方面表示出 善意愿意缓和两岸关系 那么从中国大陆这一方面部署那么多导弹 就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军事意义了 本来的意义是威慑台湾防止台独 我们这个就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讲 刚才你分析了一下 就是奥巴马在上任之后 一定会基本上维持目前的这种 对华和对台湾的政策 在台海两岸这种关系 不断缓和这种情况下 从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讲 这样两岸关系这样的缓和 对美国是不是很有利呢 当然两岸打仗对美国是不利的了 但是这样缓和下去 对美国是不是有利 是不是符合美国的 是美国愿意见到的呢 我觉得首先要回顾一下历史 在过去四到六年 当陈水扁是台湾总统时 当时的许多政策 都被别的北京政府看作是非常有挑衅意义的 那么这也使得两岸的关系比较冲突 比较紧张 那么就导致了一些军事部署 可能也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战争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但自从马英九上台以后 他的政策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当然不是零 但是